大家好 这期给大家扯一个据说是中南海传出的一个消息 而且据说还是真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说习包子跟彭丽媛最近闹别扭吗 彭丽媛跟习包子闹别扭要跟他离婚 这把年纪的还离什么婚呢是不是 都是一帮神经病 你都60多岁的 一个70多一个60多离婚呢 一般这个时候闹离婚都是什么呢 与这个家族的家庭的这个传承有关 这是这个大事是不是 我见过几个这个年纪很大的离婚的啊 都是与这个比如财产风格啦 遗产啦 这个家里的民分啦 就这些个东西 那习包子呢也是一个狗不利包子 他也是一样的 说这个消息 现在在中南海传的不要不要的 中南海的一队官员呢突然就是 节奏变了啊听到这个事以后呢夸呢夸习主席 有情有义有责任感 是个真正的爷们儿 诗个人干的事情 跟大家扯吧扯吧啊 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习包子不是以前 这个结果一次婚嘛 他的那个前妻叫柯宁宁是不是 你想想习包子 他的闺女是90后 习命则是90后 习包子是53年的 53年的人 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情况呢 应该是 他的孩子正常情况下的话 53年的人正常情况下的话 孩子应该是70后 或者至少是80后 至少是80年 81年82年 就这个时候的 他不至于孩子搞到90后的 他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习包子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没生孩子呢 这里面有些个说法 就是第二呢 习包子他就一个女儿 是不是 咱中国人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习包子这种土别 他肯定希望自己膝下 有一儿子接他的班 是不是 习包子有没有儿子呢 有 谁给他生的儿子呢 就是这个柯宁宁 给他生的儿子 是吧 说这个柯宁宁这个人 跟习包子的关系是简不断 那叫你还乱 本来这个说当时习包子 跟柯宁宁呢 都生了个孩子了 是吧 那咱都知道中国社会啊 很多个夫妻 他之所以不算火 他就是因为 有一孩子 尤其是由于儿子 两个人要合在一起 是不是 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儿子是继承这个家族产业的人呢 说当时 两个人谈好了 柯宁宁呢 那个时候呢 想去这个什么 英国 然后习近平那个时候 当的官员很小 他也也希望 他也 他也希望习近平 跟着他一起去英国 习近平不去 然后就这么一个原因 两个人就最后就分道扬镳了 这个柯宁宁呢 就把这个儿子一带到英国去了 但是后来呢 这个习近平生了 跟彭丽媛生了这个 习敏泽以后呢 你看一晃都90后了 十几年过去 十多年过去了 那孩子都十几岁了 都十来岁了 十一二岁的人了 网上有一张照片 是习包子在那里唱卡拉OK 前面呢 有一男孩 看上去十一二岁的样子 长得特别像习近平 一张货嘴 是不是 不大好看 后面呢 是一小姑娘 特别小 小个十来岁的样子 这个小孩呢 就是习敏泽 这是习包子 有两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 是一儿子 是这个什么 前妻生的 第二个孩子呢 是一女儿 是习朋友圆生的 但咱都知道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如果不能跟自己的老公 不能跟自己的丈夫 生一个儿子的话 你总归是没地位的吧 是不是 这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吗 所以习包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呢 特别特别的 关心他的这个儿子 虽然很长时间不见面 后来习包子官当大了 当到省长了 当到这个什么省委书记了 所以呢 他的儿子又经常就跟他见面了 说当时呢 彭丽媛也认 是吧 因为你也知道习近平 他有一个结果一次婚 有一个孩子 这是我儿子回来的 那肯定要认的 你不可能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些彭丽媛没那么无理 但是现在的问题变了 两件事情 第一呢 就是现在 现在整个习家的这个财产 习家的传承 习家的各种事 要交个儿子 不交个女儿 这就是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我们传出说 习敏泽已经规划为美国公民了 说这个儿子要回来 要接习近平的班 现在应该三四十岁的样子了 应该是七零后末的 七八年 七九年 或者是八年年 就这个样子的 年纪不小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习孢子为了照顾这个儿子 长期给他们家 给他儿子 给他的前妻打电话 长期给他们的钱 一个给这么多年 给了不少钱 因为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财富 赚的钱 摊的屋赚的钱 百分之八十 都是打给他这个儿子的 都送到英国 所以他们家在 他们家有两家公司 是吧 一个在中国有一公司 一个在英国有一公司 两个方面去捣账 是吧 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好多好多钱 都送到英国去了 所以他儿子呢 也过得挺好 有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呢 他当时在福建呢 给他儿子 就办了个公司 还挺有意思 叫北京名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专门做贸易的 是吧 现在有高手已经把这个公司的社会信用代码都找到了 911-0102-MA05-CQ-0-LX-9 是吧 真的是 但是这个公司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他的这个什么前妻和他的那个儿子来打钱的 英国也有相对的一个公司 所以现在这个事就就闹得就有点大了呗 因为彭旅员不答应 说你我承认你有一个儿子 首先第一 你这么多年 你成立这么一个公司 把80%的钱都打给你的儿子 那我的女儿以后吃什么 是不是 我的女儿以后怎么办 第二 你现在没打算让我的女儿接班 让习敏泽接班 你要让你的这个儿子接班 那我一辈子都白忙过了吗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就闹 闹得习近平呢 就去吃吃饭饭不香 喝酒就酒不聋 哎呦 一个一个的 所以习包子这个人呢 你想想他是个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中南海的很多官员都夸他呢 就是你都离婚了 是不是 孩子当时离婚的是判给他 判给他老婆的 因为他要把带他儿子去英国 中国才土别了 说克里林这个人呢 是个稳疑青年 还挺娘派 他一方面呢 主要是看不起细胞子 吐不来之一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儿子 他想带着儿子去 接受西方教育 那我们知道 红二代他们这些人呢 都搞这些事情呢 比如说最典型的金正恩 金正恩是在欧洲上的学 他们这些孩子都早就出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现在夸习近平夸得这么动听 为什么呢 说你都已经是什么 你都已经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归你了 你完全可以不管他 各一般的人渣他就不管他 是不是 那都判给你的了 我一次性给你给多少钱呢 你再不要找我了 那习主席 习包子他不这样子的 对他特别关心 这些年给了好多好多亿的钱 都给他汇出去了 为什么呀 理由很简单嘛 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怎么的怎么的 不是因为习包子这个人 怎么怎么有仗义 怎么有责任感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发现跟彭丽媛 天天在那里约炮 也约不出一个男孩 就是生了个女孩 而且这个女孩 就说长得还不好看 所以你找 你不知道心里在长什么样 这时候他就人嘛 到了这一步 他就算 我靠 我他妈的膝下 我没有个儿子 我还有个私生子 还有个这个前妻生的孩子 那长得真的像习近平 蛮像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肯定会把这个儿子 就当成他的这个什么 整个他的生命 他的财产 他的遗产的最大的继承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个豪门的 所谓的遗产继承人之争 所以现在彭源呢 就代表习敏泽 和这个习包子呢 他的心呢 就偏到这个儿子这一边去了 但是他又离婚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中南海的狗官们呢 就觉得习主席这个人 其实是有情有义的 但因为他完全可以不管了嘛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 而因为习近平呢 觉得这个儿子 可以进了他的班 是个男孩 是中国传统社会的 中男亲女 这个东西我一说你就明白啊 就像我们家 虽然是一个屌丝 这个仇跟家庭 哎呦 但是我爸那人呢 就是 哎呀 儿子总归是 继承他的伟大事业的 闺女儿呢 爱咋地咋地 是不是 他根本就不管 你爱读书就读书 不读书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我他妈的 要是小时候不爱读书 我爸估计得把我宰了 是不是 要求集起演个必须读书 是不是 咋过卖铁 他都在读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没钱 我爸把他的自行车 把他的手表都卖了 是不是 哎 他条件还可以 是不是 他中国社会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中国的重男亲女的狗血故事 是一个习包子和他前妻的 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基本上通过这个 八卦新闻呢 我们就可以得知一个基本的情况 习包子为什么不 确定这个接班人 都搞了十二年了 还不确定接班人 应该是让这个 他的跟他的前妻的这个儿子 以后要接他的班的 现在都四十多岁了 是不是 习包子七十多岁嘛 他儿子四十多岁 不很正常吗 这才是正常嘛 习包子又不是阳尾 习包子又不是这个 精子成活率很低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 这么一个 一个生理结构 他肯定是有儿子的 他否则到 他肯定不断地扑顿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跟那些小三生孩子 那前妻他也是结婚的人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可不就是名正言顺嘛 让他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前妻 是那儿子 来接他的班嘛 就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 谢谢